今天是上十一樓 網路電商和一些銅鑼 都傳統說介紹下樓地 但也有消費者 發現說根本沒有有多小 所以建議民眾 也是要比介紹才不會吃虧 今後也提親民眾說 每東西都會有信用的北台 一些在下高北台出現的功格 不可以看小就不會 上十一 國務財開始不少人已經準備好 但有人發現 第三十一買東西好清楚 沒有跟以前一樣 買到最便宜 有朋友發現 這個時尖開各大電商 北台網站大部分的商品看起來都很優惠 今消費者說 晚上有沒分的賣賣 手機輸利用上十一的命機 將介紹打管 還有下一萬本平常是特有的介紹 這則更加少的介紹 為風景這張歐洲的賣賣 也透過北台網站拿出商品在書介紹 也就是在上十一來臨進場 將想要買的商品放在國務車當中 就能記錄立書的介紹 透過比價的商品 第二 但是由電商標示 比較上品的操作 由貨介紹比過去更上 也開出真 壓榜的消息上昇 我們自己其實是非常樂觀看 但這次的雙型 那我們內部團隊也是聚焦 我們的目標是設定在這個雙位數的成長 因為這樣的一個數位環境的改變 所以會導致業者有一些操作 他如果今天是對消費者不夠誠實 或者是沒有辦法讓消費者知道說 他為什麼去這麼做的話 都可能會影響到他這個整體的一個銷售業績 專家建議 點頭若是要融複經營 想不是他來想去 想後來是老闆鑑家來買 才不會失去消費者的信賴 順害名聲 另外健康體制作品集團 會利用民眾沖縮的心態 透過民視 那他在這的官都 探機會散步大量 以亞洲的作品工庫 騙過豬金錢 民眾在網路買東西 都要洗錢 記者綜合報道